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头头鸭 欢迎来到我的纸片人美容室 今天是大锤同学的脱稿 他说他平时不化妆 很期待我把它改造成什么样 甚至细心地化出了自己的鼻孔 黑眼圈和闪耀的涂顶 为了给关头极致的纸片人化妆体验 来看看这位大锤同学是什么时候头的稿 怪不得黑眼圈涂顶都熬出来了 感觉斑点多印也都要给熬出来了 我们先来给他护个肤吧 把刘海掀开 这个眉毛 先不要了吧 给他补个水 非常有光泽 再来敷个面膜 先涂涂涂 再来敷一下 皮肤就脱了很多啦 然后我们开始化妆 这位大锤同学的五官分布还是很标准的 先原地生产个美瞳吧 给他带一个蓝色的吧 然后复制转移之处 接下来开始上底妆啦 涂个粉底 暂时看着有点白没有关系 他眼圈差不多已经皱眉了 反正我们这个粉底也不要浅 脖子也涂一下吧 好 那么底妆上好 我们开始修容 在鼻子 脸颊 还有唇下的位置 鼻头这里横着画一下 可以显得鼻尖更翘 然后在这几个位置提亮 胡开 脸是不是就立体啦 下一步开始无中生有化 没时间 这里呢我突然想试试那种弯弯眉 就是那种古典大气的气 画眉画成功 反正就这样了吧 复制翻转平一束 给纸片人化妆就是很方便了 来给眼皮上个低饱和消肿色 再用一个大地色加深眼头和眼尾 还有下眼皮 我们试试做一个欧美上调的效果 这位客人呢本来就是有卧蚕的 所以我们就再给加深一下就好 眼尾用一个干枯玫瑰色加深一下 再用深色的眼影描一描下眼线 用一个深棕色的眼线 笔画一个上条的比较长的眼线 客人本身呢是内双 我们还是浅浅的给画一个假霜吧 再用白色的眼线笔画一个双色的眼线 然后到了我最喜欢的贴睫毛时间 睫毛不小心冲进客人眼睛里了 没有关系 这种都是实有发生的正常现象 下睫毛也很重要 眼角也有眼线笔开一下吧 看看区别 试试睫毛能不能用复制粘贴数 那可以 好 接下来在眼皮中央 卧蚕 山根 鼻尖 眉骨 还有嘴唇上方都打上高光 下一步腮红给稿上 鼻尖也来点 那么我们要开始注入灵魂了 上口红 来个水润的草莓色吧 那么我们的妆就化完了 开始做造型时间 先扒个衣服 我们还是多给它试试几种发型 看看哪种最合适吧 这个秃顶我们就用发肌线粉 给它填上 纸片人美容师也是好久没更新了 这次呢我们还特地注重了妆前的护肤 其实罐头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就经常忽略护肤的步骤 只管化妆 这要是大露特露的 今天这位客人的妆后效果这么好 也要归功于这次妆前用的欧试曼美白蛋斑面膜 复制前一定要先补水 有助于吸收美白营养哦 它这个是涂抹加贴片的组合 先避开眼周图上面的珍珠精华膏 有斑点暗沉冬印的地方可以着重厚涂 里面的珍珠多态呢 是用高科技体准出来的珍珠精华 淡化色素沉住了超厉害 之后敷上还有烟线暗的面膜 15到20分钟后洗净就可以了 这种一涂而敷的模式更能做到精准淡斑 整体美白的进阶效果 经常熬夜脸上发黄 涂着这个欧试曼面膜就可以聚黄气美白白 让肌肤由内自外化发珍珠般的光泽 最后选了这种扎起来的头发 穿上黑色的裙子 加上这个珍珠耳环和珍珠项链 鼻梁点个字 今天的造型是不是很有气质珍珠美人的感觉呀 最后再来看一下对比吧 嗯还行 手艺还没有太生熟 不知道大家这次会给我打几分呢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记得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关注关注我呀 下次见啦 拜拜